自1943年索罗门群岛战役后 日本开始陷入被动 被逐渐打出太平洋西南与中部的前哨基地 而另一方面 随着激战术打法与兵种配合的进步 美国海军已飞无下阿蒙 跳岛战术的奏效也更使战争胜利可期 大量岛屿的光复 使美英在此处的海上力量不断增长 太平洋战争进入反攻阶段 1944年秋季 美国和英国开始策划下一轮对日攻势 此前日本虽在数次落败 但在海军实力上依旧占据主动 这注定了这场战斗困难重重 美英的太平洋攻势能顺利进行吗 当时的形势是怎么样的 二战初期的日本海军相当强大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更是达到了鼎盛 海军吨位高达119万吨 位居世界第三 虽然在总吨位上略少于美国和英国 但美英两国的海军在部署上相对分散 这时太平洋地区的日本海军实力超过了英美之河 在谨慎地讨论对日反攻战略中 盟军最高指挥部发生了分歧 有人支持绕过菲律宾直接攻击台湾 也有支持越过菲律宾和台湾进攻本州南部的 最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方案不得了认可 他提议先夺回菲律宾再拿下日本冲绳 除了战略因素外 夺回菲律宾的提议也源于一场惨痛的失利 麦将军曾率美菲联军在经过四个月与日军的激战后 有超过三万六千名的美国大兵在菲律宾巴丹岛投降或阵亡 这成为美军史上最大投降事件 1942年5月辗转逃到澳大利亚的 麦克阿瑟对菲律宾人立下誓言说 我会再回来 在当时重回菲律宾困难重重 但两年半过去了 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1944年秋 麦克阿瑟顺利地重返菲律宾 他率领西南太平洋部队北上猛攻 尼米兹司令率太平洋舰队向西横扫 两支禁语形成前行攻势 迅速逼近日军占领的莱特岛 莱特岛位于旅宋岛东南部和绵兰老岛的北面 恶守菲律宾中部的苏利高海峡的要冲 是太平洋上的战略要敌 一旦夺取莱特岛 相当于切断了日本本土与和属东印度群岛的海上交通 阻止日本继续掠夺资源 在军事方面 拿下莱特岛就意味着拦腰斩断菲律宾群岛 此后美军可以从容地分给日本守军 接着各个击破 9月时 美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 率领第三舰队 依照既定方案 开始向菲律宾发动了袭击 一开始哈尔西提议 把莱特湾作为第一个目标 而非以前认为的棉兰老岛 在麦克阿瑟的积极赞同下 联合参谋部最后同意了这个建议 而日军孤错了形势 他们认为美军的目标是吕宋岛 这个菲律宾最大的岛屿 日本海军上将山下有形的第十四方面军 部署于此 并修筑其内陆防线 直到美国进攻舰队出现在莱特湾时 日军指挥部才发现 美军的攻击方向并不在此 10月18日深夜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颁布 协一号作战命令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上将 命令日本驻军死守莱特岛 按照作战计划 海军中将力田竹雄的中部舰队 拥有大河号武藏号多艘精卫巨舰 将作为前行运动的上齿牙 从新加坡经由婆罗州 向东使过圣贝尔纳迪诺海峡 进入公海后 向菲律宾群岛靠拢 而西村政治将军中将的南部舰队 将充当前行运动的下齿牙 他们将穿过苏里高海峡 从南部进入莱特湾 接着就是南北两片齿牙 快速合拢 迅速咬碎美国海军 届时 由小泽制三郎指挥的北部舰队 会提供掩护 该舰队实力较弱 在战斗中主要充当诱矮角色 事已至此开战在即 每日在海上的战斗将会如何进行 10月22日晨8时 力田舰队沿巴拉旺海峡 由北路向莱特湾填进 下午3时 西村编队也从南路 进击莱特湾 22日夜 在婆罗州海岸巡视的 海青号和金鱼号两艘美国潜艇 发现了进行中的力田舰队 立即向第三舰队发电报告 舰队司令哈尔西文豹立即下达了准备迎敌的命令 23日5032分 马克林多艇长紧紧盯住雷达荧光屏上 逐渐变大的目标 下达了攻击命令 而另一边的力田正站在舰桥上 忽然感到脚底猛烈震动 接着是巨大的轰响 旗舰爱当号众雷四枚 逐渐下沉 力田在左路逃命中 又见侧旁的麦娜号众巡洋舰 被鱼击裂 仅仅几分钟 两舰先后沉入海底 这场遭遇战 日本海军损兵折将 而哈尔西已经探明了日舰的动向和实力 从北南下的小泽 获西力田被潜艇攻击的消息 赶紧发出明码信号 以其引起哈尔西的注意 但美机都派往西面京市力田舰队 没有发现小泽这块幼儿 10月24日凌晨 力田舰队在由明都落岛南部 进入西布廷海后 被美侦察机发现 不久苏陆海上的西村舰队 与后续增援的 质摩舰队 也被美机侦察到 哈尔西决定重点打击 力田舰队 时时40分 美舰载机向力田舰队袭来 整整一天 哈尔西麾下的两支航空母舰编队 动用250架飞机 对力田舰队实施了 五次大规模空袭 危机之下的力田 又会如何回应呢 海空战一开始 九架美机便片刻重弹坠毁 但余下美机仍顽强地向武藏号扑去 武藏号是巨型战力舰 满载排水量7万两千吨 号称永不沉没的战舰 然而 面对美机拳的攻击 全舰152门火炮 虽然一起开火 但仍抵挡不住 再经历了美机发起的整整五轮攻击 一共有20条鱼雷 和17颗重磅炸弹命中 武藏号最终被击沉 就在战斗如火如土之际 扶刘凡中将的180余架 按积极分成三波 攻击了菲律宾海域 薛尔曼少将的第38特换大队 并击沉了轻型航空母舰 普林斯顿号 虽然如此 但在美军五轮空袭下 力田舰队最终被从西部沿海逼退 24日16时20分 力田撤退被美侦察机发现 但哈尔西断定日舰队损失惨重 正在落荒而逃 便没有攻击 直到17时 美机终于发现了 回于旅宋岛东北海面 约200海里处的小泽的诱饵舰队 哈尔西闻讯后大喜过望 立即指挥舰队 选择离开防区 追击小泽舰队 而这恰巧踏入了敌人的陷阱 原本已经撤退的力田舰队 此时开始调转船头 重新向美登陆滩头部去 事已至此美军能够化解危机吗 24日佛晓 从南路包抄的西村舰队 在航行中电高力田 预计25日凌晨4时 抵达莱特湾东岸中央部位 午夜刚过 西村率队驶向狭窄的苏里高海峡 而金凯德已在此处射服 列阵以待 2020分 西村编队遭到埋伏的 美国鱼雷艇的两面夹击 日趋逐渐山云号 满潮号被鱼雷击中 进攻意图暴露后 西村并未停下交火 而是急需全速北上 试图与力田舰队会合 在行至苏里高海峡中断时 西村的旗舰 34000吨的战列舰山城号 接连中雷 在舰内大量进水后 活药库发生大爆炸 凌晨3040分 山城号载着西村 以及全体官兵沉入海底 另一艘战列舰扶三号舰 长板匡少将接任指挥 率队继续前进 但在凌晨3050分时 34000吨级的扶三号 突然遭到昼雨般的炮击 战舰爆炸 熊熊燃烧 于凌晨4030分沉入大海 最上号重巡洋舰燃起大火 无法挽救 跟随而来的智魔编队 在目睹了日舰队的惨项后 仓皇撤退 经此一战 来自莱特湾南部的日军 威胁宣告解除 西村编队沉没两艘 三万吨级别的战列舰 一艘重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 赤魔编队伤两艘巡洋舰 日军死亡5000余人 而美军则沉一艘快艇伤几艘 驱逐舰 阵亡41名舰员 25日晨 力田舰队急速南下 北线战斗即将开启 而哈尔西正被诱尔吸引 向遥远的北方冲去 终于沉袭中 力田发现了未收到任何预警的 美护航航空母舰群 其实 大河号巨舰首先开火 突如其来的进攻 使怀特普莱恩斯号 护航母上的舰员 被炮弹爆炸的气浪先倒 金凯德向哈尔西紧急呼救 但后者专注于追赶小泽的诱尔舰队 并无救援打算 于是 适当力薄的美护航 航空母舰第一大队正拼命难逃 日战列舰穷追不舍 为了赢得逃跑时间 使用了驱逐舰反扑 美机空袭等方式 但在日舰炮射击下损失惨重 战斗至90曲 力田突然放弃追逐 开始全速向莱特湾进发 力田向莱特湾杀来 金凯德更加惊慌 当时 湾内有80余艘 运输舰船正在卸货 岛上又有大量的登陆部队 一旦力田舰队如若一举 冲进莱特湾 美军惨败将不可想象 力田会抓住机会 一举击败美军吗 可结果就在力田向莱特湾 进发两小时后 突然因军情判断失误 命令舰队改向北进 放弃了进击莱特湾的作战计划 25日晨 美机在吕宋岛东北端 恩加诺角东发现小泽舰队开始激战 不多时 小泽旗舰瑞赫号被两枚鱼雷和几枚炸弹击中 失去航行能力 轻型航母瑞丰号也被炸沉 但最终 在连续九次收到后方集电 以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尼米兹的集令后 哈尔西才停止攻击 增援莱特湾 攻击速战结束 小泽舰队锁边四艘轻重型航空母舰全部沉没 残步回到燕美大岛基地 在局势极其不乐观的25至26日 利田甚至派出飞机进行自杀式攻击 日本第一次有组织的发动的神风特攻队 也是从这一战开始 一共击成一艘护航航空母舰 重创四艘 轻伤一艘 虽对美军造成损失 但从结果来说 已不紧要 26日 莱特湾大海战以利田编队在撤退中遭到空袭告终 日本惨败 莱特湾海战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 双方共计投入总吨位 超过200万的船舰 其中日军损失轻重型航空母舰四艘 战列舰三艘 重巡洋舰六艘 轻巡洋舰四艘 驱逐舰11艘 和潜艇六艘 损失飞机400架 伤亡人员7400余人 美军损失轻型航空母舰一艘 护航航母舰两艘 巡洋舰两艘 和驱逐舰三艘 损失飞机100余架 伤亡2800人 经此一战 日本海军再无抬头之日 菲律宾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从此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 为之后占领菲律宾奠定了基础